12月22日 星期日 九个周报 美股创新高 又关企业回购市? 新年之后还可以升到3333 等一会儿告诉大家为什么这么说 首先说在1月新开了期指期权特训班 包括研究大长沽、大长金、大长银 和金矿股ETF的投资知识 再学和完成课程之后 有讨论组辅助学习 和同学一起参与实践 有兴趣去视频简介里的连结 或者这个QR Code看资料 继续头三位有九节组料优惠 首先说回一宗星期五 星期五晚美股继续melt up 融涨 各大指数收市又创历史高位 主要的消息就是这么说 特朗普说 与习近平有非常良好的对话 中国将会开始大规模购买美国农产品 一个正式的贸易协议签署正在安排之中 这个已经说了几个月的第一阶段协议 将来会不会还有第二、第三阶段 甚至乎股票指数 就可能真的无限地上升 其实前几天在彭博雜誌看到一篇文章 今天跟大家说一下 透解了美国的企业管理层 如何取得巨额的股票花红 其实这也是我曾经制作的视频有关 美股可能是病态市场相关的资讯 每个人都知道美股的回购金额非常厉害 譬如这里有些数字 这些都是季度数字 数字显示在2018年 因为税改的关系 有很多钱剩下来 从天下跌下来 由35-20%的企业税 或者重复回来的钱 还有纪录性的超过8,060亿的金额回购 这是历史最高的 比2017年超过了55% 2019年今年还未完 但预计今年会有7,400亿的纪录 第二高年度的金额 其实在一定程度上这些数字 都是在支撑着今时今日发展的股票指数 在一定程度上 这个近乎病态的超高回购金额 其实在美国内部也有两个批评 他们会觉得公司回购 会令企业发展间接会减少 例如Intel刚刚公布了第三季的盈利业绩 他发觉公布出来说 有45亿是在股票回购 但第三季只有32亿在R&D里面 其实你一看这家公司到底是想买自己的股票 就只会去发展 总裁刚刚由财务官 就是CFO进升到CEO 我想他因为以前帮公司赚了很多钱 所以升到CEO 现在你可以解答到一个问题 可能就是 为什么这家公司现在制造的晶片 这家公司现在制造的14NM 很辛苦可能要去准备发展10NM 跟台湾的台积电已经制造了7NM的晶片 落后怎样指两部 这些回购的数字 显示现在美国企业的借贷 也占了超过回购金额的三分之一 第一 没有现金借钱来回购推高股价 这是什么世界呢? 第二个企业回购受批评的原因就是 因为这些利益 可能不是只是去到股东的身上 而是直接去到公司管理层的身上 你试想像一下 我每年有的选项 一推高 在一定时间之后就可以利益时 其实你没有在公司工作 你不会知道的好处 但到底这件事 其实我不知道为什么没有人去挑战这些做法 刚才我给你看到Intel的时候 你会不会觉得这样做的问题 过去两年标普500公司用了经营收益 Operating Revenue的58%在回购金额上 因为这个回购令到公司总在市场上的股数 被注销了 令到公司的每股盈利earnings per share被扭曲了 为什么呢? 公司赚的钱都是一样的 但是买了回购就减低了股数 令到earnings per share就会拉高了 令到没有回购的公司 感觉上没有同业盈利的情况那么好 有什么办法大家不一起做呢? 所以当股票分析员最喜欢 现在发掘一些有回购计划的公司 大家可以坐下顺风车 因为有回购就代表公司对自己的股价有信心 我理得你是在下跌或者上升的趋势上 就像现在苹果270几百多元 在历史高位还继续回购一样 今年的钱还没全部买完 接着又来看世摩JP Morgan说 他从2013年开始 尤其是已经有很多回购 在这里说已经用了7、8、70亿 有分析员认为...不是我说的 他说可能因为银行需要回购股票 就令到他没有在货币市场 拆放钱出去 他们这么说 会不会因为这个现象 而间接令到联储局 不需要不断把流动性贯入市场 虽然这个并不是Ripple市场 资金紧绝的全道原因 但这也是在联储局密切留意的事件里面 还未知道 现在只是Ripple的数字已经去到几千亿了 到底问题在哪里? 什么是封眼?有人说是带着 是不是没有人肯借钱给他 现在这个也不知道 但这些都是一个 全部行内的人都知道的问题 我不知道股票投资者到底有多少人都知道 我又不想吓唬大家 不过这些你知道没有事 想过也没问题 另外一个也是我很喜欢看的数字 早前看到FINRA 这是一个美国股票借贷 即是买了股票可以做抵押品 借贷美纽约股市的金额 我大概不详细说了 其实也看到的情况是 现在借贷情况会继续缩减 但指数会继续上升 过去以来通常在健康成长时 借贷会继续增加 2000年的时候 预先的借贷已经开始萎缩了 譬如在这里的情况 股票继续上升 会不会现在重复呢? 很快就会知道 我想这就是说到底投资人和基金经历 我们一定会看到这些什么 譬如散户看到这种东西 会不会知道大家融账 继续买吧 到底现在跟上两次金融危机 看到的情况是不是类同呢? 也不需要很久就已经 或者有些东西可以看得到 最后一宗新闻提到 上星期四看到港交所总裁李小嘉 卖出股份 很多人都哗然 同学也有问这个问题 最终跟我说 它的股权是由0.08%下跌到0.03% 卖出超过一半 它不是一个决策性的股东 其实不应该对公司有很大的影响 港交所在业务的发展上 过去几年很多关键问题 比如同股不同权或者其他 都有不少的问题出现 甚至最近比如刚刚澳门 甚至有些金融事业的发展 甚至深圳股市的发展 会不会对香港主要金融中心的角色 开始受到动摇呢? 就以国际性投资来说 我觉得李总裁这种减持是完全正常的 他都会知道 他比我更清楚知道 现在美股现在是什么环境 美股跌的时候 到底港交所的股票会不会跌 其实你问我 他这种减持现象非常正常 不用多想想 不过也不方是正面 就是减持 这是比较简单的可以看得到 简单来说一下数字 怎样也是 虽然现在正在放价这些时间 没什么特别的趋势可以看得到 上星期大幅升过了50周平均线 之后就继续上升 但是就开始遇到压力了 其实上到周线图保顶 近3050那里就开始获利 再看月线图 这两年都在50月 大概3040 其实上星期刚刚去到3040附近 但也算是一个阻力 我看由现在开始到年初 看看环球股市的走势 再看看能不能突破纯势再上升 我觉得上升的机会 似乎在今天去说 也相对不小 我想趋势是朋友 每个人都知道超买的 期指的日线图 由8月开始的上升通道 又很快接近顶部 还差三几百点 其实上星期四 也是在讨论组里跟同学说 它冲到上280的时候 我们的标期的比率 急剧收窄的 那两天是星期四开始那天 基本上是急剧收窄了 星期四那天 我们看到它碰到280之后 是回吐得很快 结果接着现在它一直上不了280 而标期是继续上升的 其实现在我们的比率 已经去到低水二三百了 一向来说这种是它先走 理论上就是大桩开始想变 我就在这里看到 在我们这个比率看到 但是美股不下跌 它也跌不下去 你看下星期的时候 现在价钱 看看会不会在280 再受到挑战 可能上面还有三两百点 不过我不知道 成交可能很低 大家在圣诞价的时候 认识着可能再看上去 A股和美股怎么走的时候 就看港股继续拉力 如果在比率上看 就似乎 二晚八已经开始有点压力了 最后来说美股 这叫什么? 我们说星期五晚 继续这些叫做 抛物线上升形态融章 whatever 你怎么叫也好 现在发展到全部是 日线图、周线图 这是标期 周线图、月线图 全部都在保力加通道顶以上 我明天叫你星期一买 就不负责任 不过暂时还没有沽空讯号 月线图上的保顶 也不够3000 而现在基本上已经超过了30点 今天来计算还未到31号 如果继续上升的时候 会不会上到2018年1月的时候 曾经爆煲之前 1月未爆煲 曾经到保力加通道顶 超过100点指的纪录 过去10年牛市 没试过升超过这么多 100年的时候超过100点 这些或者是所谓的疯狂的熔涨阶段 开始的时候说 现在听到有人开始 好像猜六合彩号码 说明年3月3日 就会升到3333 大家都已经不用做什么分析 几乎要用这些办法去猜 我自己也会有得猜的 我希望更详细的消息 稍后在年度的预测再跟进 最后来谈谈黄金期货 我们也在谈谈贵金属 如果股票有问题 会不会也有机会呢? 黄金期货星期五收市时 仍未能越过日线图的下降通道 顶部大概是1485 用2月期货去计算 其实我觉得更重要的 会在周线图的20周 大概是1495、97左右 这是可能是长期转向的阻力 因为今年6月上升的时候 也是在5月底下升过了 然后就一去没回头 我相信全部做贵金属的交易员 都会知道这是一个死手 所以这几天看到50由下 每天都顶住了 顶住了一个星期 股票一直上升 其实上不了其实就很正常 那挺奇怪的 为什么金属还不下跌 人们到底在想什么 每个人都想着不沽空股票 就去买金 如果股票结果都没有跌 可能金始终也要花一转下去才行 我相信也要等待股市正式转向 有可能出现避险的市况 再有机会 现在跟着这些圣诞节粉饰住战 我不知道有什么险出现 所以暂时猜不到 所以就不猜了 我相信可能也会有压力 我不觉得它会升过 不过升过了的时候 我也会大力买 希望到时也会通知大家 今天说一点有关白银 其实白银最近也很少说话 为什么呢? 它在横向走 也不知道它想怎样 白银的期货 其实也有点像等着 好像6月的竹底的情况 我这里画了一个大圆圈 给大家看看 白银其实你会看到 它也是上升 那一转我们的大长银 也是对的 也能猜到大概这个时间 突破了我们的买 因为有一个长期的阻力位 我这里没有画到 这个橙色的线 其实就是50天平均线 你会看到它上去的时候 也玩很久 然后突破了 又要试回来才正式上 我们现在的50天平均线 你会看到形态会不会 试不上去再下跌 再下跌不到 突然突破了之后 又再突破了再下来试 像这样的 我怀疑它仍然会继续 这些我们叫做捉底 就是形态了底下 然后才可以重复 这儿的走势 再上 大家似乎还应该有很多时间 或者股小真的要转身 你才会有避险 金才可以上升 银可以跟着它上升 暂时来说我们仍然看50天平均线 现在很接近大概173 30、40 用了50周也是这样的水平 那些都是20周 这些都是比较关键的水平 仍然越过了才有机会大长 不然我们觉得它有机会再回落一点再看 最后了 GDX 金矿股没办法不说 大概也说一说 金矿股之前也提过 相对比金和银的期货也有强势 因为过去两个星期 大部分时间都是50天平均线以上 但是它仍然在日线图的 保利加通道顶现在大概是$28 保利加通道顶是$26.4 这里的区间其实玩了很久 还未能突破 我相信几样东西合在一起 都是在等待股市如果继续上升 可能它就继续在横行 直到我相信股票下跌的时候 可能才有机会上升 所以这个我相信大家要等待游戏 相信这几天都应该不会有 这样大的突破可以出现 有时候我试一下 可不可以在blog 或者在youtube里再跟进 之前我说的Bloomberg故事 有兴趣可以重温我做过的有关 为什么我认为美股是一个病态市场的视频 可以在视频简介里看 另外在新年前头 我现在正在准备 发放一个有关对2020年的投资市场预测 没有去年那么长 今年应该起码要有两集 之前也曾经跟同学说过 我说明年标普指数 我估计可能有超过2000点的波幅 现在是3200点 2000点是怎么走的 你想知道我的理据是怎样的呢? 就密切留意 最后,真是最后了 如果大家有兴趣一月的课程 大家再看看视频简介里的连结 到时有问题欢迎提出 说到这里 有什么问题大家简短发问 记得点赞订阅 还有记得点赞订阅 多谢大家时间,拜拜!